自古以来,凡事能与富豪者上关系的女人,都注定后半生一时无忧,即使她们可能不是富豪们感情道路上的终点,但分手后也足以享受非同一般的待遇。 虽然与豪们的缘分尚浅,不面心有不甘,但不得不说,脱离豪们却一时无忧的生活,反而更加让人羡慕,甚至要比真的嫁入豪们的生活还要惬意。 51岁的邓文迪,自离婚后一直宜许无忧,与宁流,时尚,娱乐圈都有所交集,俨然已经寂静上流社会。 此外,每次与朋友合照都能占领C位,如此看来,邓文迪在众人心目中的地位显而易见。 邓文迪每参加一次聚会,游玩过一个景点,与朋友拍摄的一张照片,都会晒到社交软件上与众人分享。 离婚后的她没有成为豪们的一场笑谈,反倒这般悠闲自得的生活令众人羡慕不已。 与之相比,很多豪们中的女人,也没有享受到如此优等的待遇。 正如被大刘扶正的肝底,明明是豪们。 女人,应该被人羡慕,但却没能体现出嫁入豪们的任何优势。 她不仅要做一个嫌弃良母,还要靠做公益还维持自己的人设,活得小心翼翼,十分辛苦。 在如有望被李嘉诚专题之子李泽街不振的国家文,陪伴李泽街多年,却只能用三千块钱的旧款包。 不管真实想法,如何也不得不刻意表现出来,自己爱的是李泽街的人,而不是他背后所拥有的资产。 否则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,不知是否又要如何猜测了。 这样的生活岂不是很累,即使有钱,却不能随意挥霍享受自己,那么即使嫁入豪门又有什么优? 或许是实际味道,至少至今在众人看来,这些嫁入豪门的女人虽然不缺钱,但活得却也真的很累,并未占有任何优势。 而邓文迪则不然,她是切切实实从豪门中获取了利益,改变了自己的命运,从一个普通的中国女孩步步为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